我们来看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呢 基本上它是 祖术流鼻血 流鼻血 流鼻血一般来说 是不是有考虑到局部原因 系统性的原因 系统性的原因要排除高血压 包括有时候 尔利奇亚也会 然后再者是不是有一些 鼻腔局部的问题 或是肺部的问题 然后甚或是脑部有问题也会 有时候是一些侵犯性的肿瘤 那当然包括我们口腔 是不是有楼管 也会形成流鼻血的现象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 慢性的感染发炎 肿瘤或者黴菌感染为主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排除 然后这只猫的主数是stridal 我上次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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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中原的火星火要塞 就算是 我上次也会 跑路了一些剧型火炮 把对外面的防线 放入一个孔子 第二个承受的向南 这边也会 挺不安的 但是在斯拉林 和的战役结束后 所以Stridal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压迫性的病灶为主 所以它之前诊断是上呼吸道的感染给予抗生素 但是事实上大概前后看病已经看了半年 依然是频喘Stridal为主 所以它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然后加上食欲变得很差 所以长期在服用Merta 长期在服用Merta 然后也有给一些Vena 大概说是对症为主 都是对症为主 也没有做一些细菌培养 然后就给予抗生素Augmenting 大概只有这样子而已 然后在居家做所谓的器物治疗 所以没有去找出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找出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们从S光来看 这边看得到的话 就是这一根是肺动脉 确定肺动脉是很粗的 肺动脉是很粗的 有可能卡在肺高压的五个原因 左心衰竭 右心衰竭 或是包括缺氧 血栓 或是跟免疫有关 这五个 当然不排除心思虫也有可能 因为猫 然后再来我们从测照来看 测照这边看得出来比较明显的 就是前月比较白一点 前月比较白一点 包括胸骨这边 还有前纵阁这边都比较偏白色 还有我们比较明显的就是前气部 的角度变大 前气部的角度变这么大 本来是这个样子 这是QuinoVedige 所以告诉我他右心房有可能有问题 然后现在比较看得出来怪怪的呢 这边有部分的Bronchopatine 因为他时间大概已经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然后加上我们的左心室 跟横隔枪是有交界 所以他们都是左心室肥大的病例会这样子 所以心脏大概跑不掉 肺高压的原因要去排除 从S光片来看是这样 然后我们从 他有特别照一张颈部 还有前胸的角度 那我们看出来这边感觉上是有比较白一点 这块感觉上有比较白一点 所以我们不排除 纵阁腔有肿瘤 要入奥 要入奥 所以我们stridal会去找结构性压迫的原因 结构性压迫的原因 这是他的腹腔 他看来也没有什么太显著的意义 没有什么太显著的意义 然后这是4月3号做的检查 Polysisemia 然后白蚁球还算正常 雪小板248也OK 那淋巴球数是低的 淋巴球数是低的 然后这边看到呢 他的Cretini大概还有1.7 B1是13 血糖95 ALT211 ALT211 甘子数是偏高一点 还有就是 他的甲离子也到4 甲离子大概也到4 纳甲比大概40 纳甲比40 纳甲比大概40或是40以上呢 一定都是要先排除Cushion 排除Cushion 所以想说这只年轻才4岁 所以应该没有那么多状况才对 所以不要先预设立场去看一个疾病了 所以目前我们要排除的包括 流鼻衣血的原因是不是有系统性的高血压 那局部的楼管你要排除 然后胸腔怀疑有肿瘤 压迫性产生stridal的病灶 然后再来就是有肺高压 肺高压的5个原因要去入奥 然后第4个呢 包括我们的右心式肥大 要去评估右心式肥大的状况 所以大概目前看出来有这几个点 有这几个点 然后后来再照的S光 后来再照的S光 心脏依然是偏大的 我们的右心式依然是偏大的 然后我们的纵格枪呢 包括我们的前纵格 依然是白色的为主 依然是白色 后面有看到一些Bronko 所以我们目前呢 做到现在呢 大概要排除几个问题 系统性的高血压 好 我们就量血压 所以我们这边量的血压呢 大概都不会太低 太低太高不要算之外 大概平均还有173 跑不掉 收缩压173 平均134 舒张压是103 心跳大概162左右 所以大概目前我们要排除的有几个 包括肺高压的5个原因 再来就是HOCN 出口阻塞性的肥大有吗 然后前纵格枪怀疑有MARS 然后系统性的高压 我们刚刚已经确定了 系统性的高血压呢 有 系统性的高血压有8个原因 肝不好 肾不好 糖尿病 CUSHIN 解放性功能过高或过低 全固酮过高在猫 要考虑叫Cone syndrome 然后部分的肿瘤心血管的疾病 这是高血压的原因 然后再来就是血栓的12个原因 含该在肺高压的原因之一里面 所以我们要排除包括CUSHIN 肿瘤肾衰竭心思虫AIHA 然后前面5名是这个 再来类电门承着肝不好 PSS心血管的问题 或者是蛋白质流失性的肠病 然后蛋白质流失性的肾病 宜胀炎 败血中暑烧烫伤 所以血栓高血压的原因都很重要 再来就是乳酸 有考虑肿瘤的话 大概乳酸都是一个HOME MARK 所以我们的重点除了超音波的检查之外 这些大概都是我们系统性的原因 要去乳奥 前重隔腔确定是蛮白的 这是副腔 只有看到小肝 其他没有看到什么很特殊的 要去排除肝外的分流 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去乳奥这些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AG比 已经变成1.1 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大于球蛋白 后来的值 所以我们要去排除 是不是有脑的问题引起 有相关性 脑的问题引起相关性 大概都引起荷尔蒙 包括ACDTH 包括Codyson 包括Aldosterone 那肝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你也是要排除 所以做之前 做超音波那一天 我们又做了一个血气 血气这边做出来是一个混酸的状态 混酸的状态 然后这边包括新输出低 还有包括 Tumor Cell Lysis 急性的Tumor Cell Lysis 会是一个混合性的酸血症 然后乳酸2.81确定是高的 所以这边不排除跟肿瘤相关 缺氧相关 分这两类 其他的肝肾 糖尿病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Codyson 这时候来到2.17 B1来到23 所以我们在血气这边告诉我 就是有可能是 Edison-Lag Syndrome 然后再来就是包括 急性的Tumor Lysis Syndrome 肿瘤溶解症候群 肿瘤溶解症候群 这边是乳酸上升常见的原因 Type A B1 B2 跟Type 3 Type A跟缺氧有关 跟心肺贫瘪有关 然后包括跟抽筋有关系 减少乳酸的扩清率 包括肝 肾不好 败血 糖尿病 脚上线功能 康静 还有重瘤 或者减血症也会 这是B1 然后B2 这边倾向于药物 跟毒物的影响 看看有没有使用 这一类的药物 要尽可能去做避免 尽可能做避免 这边包括Turbutalin 要小心一点 然后B3 这边是立腺体的伤害为主 这边是不管是先天后天都有可能 然后另外一类的低缝的Lacted Acidosis 这边是产生从细菌糖解作用产生低缝了Lacted 包括糖尿病 包括小肠细菌过度繁殖 包括EPI 或者是包括 乙二醇 中毒 所以这边包括我们做的血气 要帮我们去理清 包括乳酸确定是高的 要排除刚刚那些状况 有缺氧吗 然后跟肿瘤有关系吗 大概目前是这样 然后再来 是不是肿瘤的话 已经走到所谓的急性Tumor Lysis Syndrome 要排除 还有包括我们有没有Edison-Lact Syndrome 大概跟这些比较相关系 其他的相关性不大 所以目前做到血气 做到我们的生化分析X光 还有之前的病史 我们大概要做的检查 还有以及要排除的方向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就是做超音波 做全身的超音波 包括胸腔 包括心脏 包括腹腔 包括脑部 信操这边看得到的 1除以1'并不高 才6.22 6.38 不高 那平均起来 1除以1'这边才5.98 连6都不到 然后LVCI是0.80 确定是低的 确定是低的 然后这边看到AVIVER VTI 是0.398 小于0.65 所以它大概会有所谓的 主动脉半磨的狭窄的问题为主 主动脉半本身有狭窄的问题 但是又没有显著去影响到它的 它的速度的表征 包括是不是我们的后负荷增加 所以你主动脉血的速度就会减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的收缩 如果是过度收缩 然后送出去血又不好呢 表示这是状况 比较差的状况 那如果是收缩不好 导致我们的送血出去不好 那可能跟收缩不好的原因比较有关 所以这些都是主动脉半狭窄 主动脉半狭窄 我们要去做排除的 我们要去做排除的 然后这边 即使主动脉送血出去的速度呢 也才1.19公尺秒 但是半磨的开口面积确定是少的 现在才0.39% 小于0.65 这是第一个 HOCM呢 我们确定是没有看到 但是确定主动脉半呢 是小的 然后再来到又新式的出口 又新式的出口 这边送出血量大概还有1.83 1.83 心跳大概171左右 然后这里我们明显看得到的呢 有几个 包括第一个 我们已经在主肺动脉看到新式虫 主肺动脉看到新式虫 那当然我们的右肺动脉 也有看到新式虫 所以第二个 我们确定有看到新式虫 这是我们第二个排除的 那在耳后不同的角度 我们也都有看到 然后这边肺高压呢 大概来到44.95 刚好符合要吃比亚瓜的条件 目前 44.95 我们等于算是肺动脉的收缩压 等一下还要去算肺动脉的平均压 肺动脉的平均压呢 等于0.65 乘以 乘以肺动脉收缩压 0.65 大概乘以45 再加0.55 就是它的肺动脉的平均压 或者你可以借由RHC 就是又新的导管 可以得到肺动脉的平均压 所以我们的肺动脉的平均压 这里 肺动脉的平均压 等于0.65 乘以肺动脉的收缩压 加0.55 所以我们刚刚肺动脉的收缩压 是45左右 然后得到肺动脉的平均压 就来到了29 所以用1.5 乘以肺动脉的平均压 29 再减掉0.5 乘以肺动脉的收缩压 45 就得到肺动脉的输张压 是21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的肺动脉的收缩压 是45 肺动脉的输张压 就来到21 就来到21 这里写了 肺动脉收缩压 是44.95 平均压 是29.67 输张压 来到21 所以PP 肺动脉压呢 收缩压就是45 输张压就是21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个数字 然后收缩确定是不好的 才26 所以收缩不好 然后我们主动脉的速度也不快 才1.19公尺秒 但是主动脉半本身确定是狭窄 主动脉半本身的开口面积 AVAI VTI呢 目前是0.395 小于0.65 所以我们大概要排除了第二个 所以第一个系统性的高压成立 收缩压在173 第二个新智虫油 跟血栓有关系 跟肺脏的病变也有关 然后第三个呢 跟HOCM没有 它确定是主动脉半本的狭窄 所以目前有发现三个状况 做到目前 做到目前 然后现在开始呢 会做一些我们的AFI 2D Strength 叫Auto Function Image 还有Speckel Tracking的方式 那基本上你只要做四枪 三枪 两枪 当然谈到这边是左心式为主 所以 包括四枪式 记得我们的深度要6公分 不能小于6公分 然后包括三枪式 包括两枪式 然后我们基本上 Friend Rate控制在37到80之间 现在的Friend Rate大概是66 66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三点法 得到AFI Auto Function Image 然后得到所谓的Pixi Solist Pixi Solist 然后会得到四个所谓的牛眼图 包括Pixi Solist 大概是-19到-25之间是最OK 那其他都是不好 大部分的新式虫的Case 我们做出来的组织 大概都非协同的非协同 然后所谓的Pixi Solist 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边包括三枪式 三枪式的Global Long Jutidno Pixi Solist -3.3 四枪式的Global Long Jutidno Pixi Solist -9.5 两枪式Global Long Jutidno Pixi Solist 是-24.3 平均才-12.4 在ABC 151毫秒的时候 所以距离-19差蛮多的 所以为什么它本身的FS 只有26是有关系的 因为从两枪四枪三枪 看出来 它本身的收缩是不好的 收缩是不好的 我们用Pixi Solist 来反映出收缩的状态 然后Pixi Solist 反映出收缩的状态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它会受到后负荷的影响很大 所以基本上它的参考值 就会打折扣 包括它真正能反映出 心机的状况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才会衍生出 我们会做所谓的 Milkadi Wall Index Milkadi Wall Efficiency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实际 看一次 所以我们基本上 四枪三枪两枪 AFI做完了以后 会得到所谓的 不爱and trace 不爱and trace 然后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计算的Milkadi Wall Index Milkadi Wall Efficiency 这是我们AFI做完以后 得到四个留言图 不爱 Pick Historic Strength PSI Post Historic Index 还有Time to Pick Longitudinal Strength 所以基本上现在 包括TSI也好了 我们大概会用 Time to Pick Longitudinal Strength 去取代TSI的部分 它的客观性会好一点 客观性会好一点 那基本上一定都是要 机器本身去认证 认为OK才行 OK才行 这是三枪式 然后它是教你 怎么去取样 以及做判断 那大部分红色是OK 有其他颜色 大概都是比较不行 然后进入Milkadi Wall Index Milkadi Wall Efficiency 就要开始输入我们的收缩压 输张压 收缩压173 当然这是系统压为主 这是左心 那右心我们就输入肺动脉的收缩压 45 输张压21 这是同时比较Efficiency 跟所谓的Milkadi Wall Index 跟Pixy Choice Trend做比较 然后这是每个区块 单独Milkadi Wall Index的指数 大概都会在95以上是最好 它平均才来到64 红色是过度有效率 蓝色是没有效率 绿色是最好 每个区块它的柱状图 还有所谓的有效性的收缩 是绿色的部分 蓝色是无效性的收缩 至于每一个区块 每个区块 因为这个还没有办法整合到报告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测入 让你同时看得到它的数据 随时你也可以截图 所以它收缩确定是不好 确定是不好 然后有效性的收缩 Global Mercati Wall Efficiency 也才64 也不好 也不好 因为有再接近新建的地方 在过度收缩 所以平均下来它的Mercati Wall Index 还有1860 1860 然后我们做完所谓的 AFI 那我们可以做自动 自动所谓的2D Strength Spec of Tracking 然后一样 我们刚刚做的三枪 四枪两枪 的画面做完以后 你只要按Q分析 Q Analysis 按2DS 就会自动帮你得到我们要的数据 包括这是三枪式 所谓的Longitudinal Strength Longitudinal Displacement 这也是一样 在两枪式 一样得到我们的Longitudinal Strength 然后包括Longitudinal Displacement 在四枪三枪两枪 一样都可以得到这些数据 然后 所以我们看一次 记得要抓6公分的深度 FrenRay要37到80 心跳越快 相对你的FrenRay就要快一点 这是AFI 三点法 三枪式的时候 太小的选举框他不给你 所以你就只能延长 拉长一点 到时候再把它做修正 那不管你修正的结果是什么 都是以机器的认证为主 机器的认证为主 我会讲一讲的 多小的斌桃 接下来的 这种 意思是 对 感谢观看 做的时候呢 尽可能每个节点的距离差不多 然后宽度涵盖范围可以大一点 然后这时候呢 你涵盖到的所有的新机率的几率会高一点 然后只要有任何打叉叉的呢 那你就再继续做recalc 去修正是不是要 往内瞧一点 往外瞧一点 让它涵盖到所有新机率的运动 那就是要有耐心 那我发现呢 影响我们的afi2d stream呢 最大的呢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时间差 就是你要确定有抓到收缩中了的时间点 所谓的yoyo Systole yoyo 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你的收缩中了的时间点 如果抓错 那基本上你的数据就会变得 差的非常多 差的非常多 所以反而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在做afi跟2d stream的时候 有时候你越调好像越不好 那就慢慢调 一直到他认证是ok为主 好 好 这些都是在做的当下 同时同步做侧录 三枪式玩做四枪式 好 gain调高一点 也会有选举框太小的问题 就另外再修正 好 好 还差 Basolateral 要再调整 Basolateral 要再调整 那一样 我们都会调整到他完全机器认可为止 三枪 四枪 再来是两枪 我们从这边右心房来看它的防中格的部分也发现它整个是往左心房去偏斜 所以表示他的右心房的压力是比左心房压力来的大 所以防中格才会往左边偏斜 这边也都是告诉我 他的肺高压的部分需要去处理 或者血栓等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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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再来是两枪式 如果不清楚 GAME可以高一点 一样三点法 Inferior Anterior 跟Apex 这是两枪式 然后基本上你只要心跳速差太多 不管三枪四枪两枪都一样 你就要另外再截取 心跳速没有差太多的 或者你Friendrate本身差太多也不行 所以它的条件蛮严格的 所以你要另外再找 否则它不会给你不爱 不会给你不爱 AFI也是一样 2D strain也是一样 所以另外再找 四枪三枪两枪 所以我们在截图的时候 尽可能四枪三枪两枪 心率不同的时候 你要多截几张 然后Friendrate如果不同的时候 也是一样 然后再者就是心跳速不能差太多 所以这些都要符合 到时候它才会给你完整的不爱 所以慢慢要去修正我们的四枪三枪两枪 那找其他没有做过的View呢 再来做 AFI跟2D strain的采样 这边我们一样有看到心事自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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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继续找四枪啊 三枪啊 两枪 然后再去做 匹配 然后可以挑选不同的hard cycle 所以你如果一开始你的画面是属于三个hard cycle 它会先取中段为主 中间那一次 然后如果中间这一次做不出来 我们可能同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可以选择第一个hard cycle 或是第三个hard cycle 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三点法 大概问题已经不大 但是卡在你当下做画面的时候呢 没有去顾虑到太多的心跳的问题 差异 friend rate的差异 所以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去组成我们要的不外 好 刚刚四枪式重做了一次 然后现在是三枪式再重做一次 然后找不同的hard cycle 或是找不同的view 那一边的高度 一个方式登场 里面是三枪式再重做一陈的 也要是四枪式再重做一致的 这边是一遍 其实隔得一个这边 就可以重置了 就像你的头正编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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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把你终于这样一样的 宽度拉大一点 涵盖的轻机币多一点 只要出现Bull Iron Trace 那告诉我 它可以接受我们的两枪三枪 四枪式的画面 那接下来就可以做 所谓的Mercati World Index 那我们刚说过 AFI可以得到四种不外 包括PSS、PSI跟TDP Time to pick a longitudinal str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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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是有红色的地方 那基本上都是有问题 那就要找符合哪几个 哪个心机块有问题 然后从四枪三枪两枪 不管你的不爱是哪一种 就是focus在那些地方 然后做完不按trace 按My Cardi World Index 就来到这边 输入一样收缩压173 系统收缩压173 输张压103 按Approve 然后这时候就会得到My Cardi World Index 跟我们的Pixy Soy Strength 跟Time to Picker去做比较 还有My Cardi World Efficiency 当然它输出是所谓的XML的档案 目前还没有办法读取 所以我们采用测入的方式 把它存入下来 我们同时要截取也很方便 没有办法还目前 还没有办法整合到报告里面去 如果可以整合到报告里面去 那就简单 所以光My Cardi World Index My Cardi World Efficiency 大概就有2931个栏位的数字要处理 所以我觉得太复杂了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测入就好 我们可以同时比较面积图 柱状图 跟My Cardi World Efficiency 跟My Cardi World Index的比较 好 这是我们做了AFI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得到 My Cardi World Index 然后你一样AFI做完 一样可以得到Auto的2D Speckle Checking 一样可以再得到8个扭眼图 那一样也可以再转成My Cardi World Index 所以你有两种方式都可以得到 My Cardi World Index 刚刚的My Cardi World Index My Cardi World Efficiency 所以刚刚做的方式就是包括要告诉机器 二间半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关起来 主动卖半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关起来 然后再做所谓的AFI 或者是 MENU的 然后都可以得到我们的Bull Eye and Trace 那Bull Eye and Trace 再加上我们给它血压收缩压跟输张压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My Cardi World Index My Cardi World Efficiency 像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几个参数 包括我们输入的收缩压数 173103 它有的报告大概只有这些数字 它并没有每个区块的完整的报告给我们 Global的ConstructiveMy Cardi World Global Wasted My Cardi World Global的My Cardi World Efficiency 所以它就会自动呈现在这边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My Cardi World Index跟PSS跟Time to Peak做比较 My Cardi World Efficiency跟Time to Peak 跟Pixy Soil Strength做比较 所以我们这边 借由每个区块 在Basic 这是Basic 最外圈是Basic 从Anterior Septon Anterior Lateral,Posterior,Inferior跟Septic Basic 是这四个图 加后面两个 所以总共最外圈Basic有6个 再来Middle Middle总共也有6个 同时柱状图跟面积图可以让去比较 然后再来就是Apex Apex也有6个 所以总共是18个区块 18个区块 你看到蓝色越多 Index的蓝色越多 那表示是无效性的工作区块 然后绿色越多 那表示是有效性的工作区块 那如果红色 那表示过度过度做工 防会引起心肌缺氧的现象 一样做完 它会给你一些简单的数字 我们刚刚看的都是左星的AFI 左星的Speckel Check-in 2D Strength 然后得到My Cardi World in Days 那接下来看右星 右星就是主要 你不能输入收缩压跟输张压 系统的收缩压跟系统的输张压 我们要输入肺动脉的收缩压 跟肺动脉的输张压 我们肺动脉的收缩压很好得到 就是从三进半逆流的平方乘以4 加右星防压得到肺动脉收缩压 然后平均压呢 除非你做新导管 否则目前我们也只能用这个公司去做线性回归 所以刚刚我们做出来 肺动脉收缩压是45乘以0.65加0.55 大概平均压是29 所以29乘以1.5再减掉0.5乘以45 得到输张压是21 肺动脉输张压21 肺动脉收缩压是45 所以得到肺动脉的收缩压是45 输张压21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些数字 那当然我们除了从肺动脉收缩输张压 Integration我们的后复合之外 然后再来就是做所谓的 Longitunial pixel strength分析 然后再给它我们的时间差 当然这边时间差 最好是输入三间半跟肺动脉半开关 开跟关闭的时间差 因为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整个 所以我们一样用主动脉跟 二间半的时间差来代替 或者我们在主动脉关闭的时候 用肺动脉半的关闭的时间 主动脉打开用肺动脉打开的时间 二间半三间半打开用二间半打开的时间 三间半关闭用二间半关闭的时间来输入 看可不可行 当然这是event time的时间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做四腔式的采样 四腔式的采样 还有包括两腔式的采样 这是三腔式的采样 所以我们用胸骨旁长轴 这是主动脉 胸骨旁长轴 做三腔式的采样 然后做胸骨旁的右心式的入口 做两腔式的采样 所以我们一样有三腔四腔两腔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右心 做的是右心 然后一样三腔四腔两腔 在右心我们一样可以得到 每一个都可以得到 Longitudinal strength Longitudinal displacement Dispacement的好处 它的敏感性会比较高一点 在心肩的地方 所以大概都会做 大概都会做 然后做完以后呢 我们一样可以得到 我们的八个牛眼图 包括peak systolic strength peak systolic index 叫pre-stretch index peak systolic strength rate peak longitudinal displacement time to peak a longitudinal strength time to peak a longitudinal strength rate 还有我们的wall motion rank wall motion rank 所以这里呢 看得到的就是 只要是蓝色是不好 或是不是红色的也不好 灰色带更不好 然后做完一样会 我们会有出现所谓的 blind and trace 所以呢这边 实际做一次呢 大概看的是这里 所以你们实际看一次 有耐心的看一次 所以目前呢 包括系统性高压 有可能会流鼻血 然后看到新丝虫 也有可能会流鼻血 它是产生血栓的原因 产生高血压的原因 然后再者呢 主动卖半 确定是狭窄 这是我们当初在排除的时候 要排除的 然后当然血栓的一些因素变数 也要列入考虑 当然还有其他 所以肺部的一些病照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等一下会来看 这边跟左心一样 你要耐心的慢慢做 调整到机器完全可以接受为止 因为这个右心的view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你 调角度 你要调的比较多次一点 调的比较多次一点 还有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的 三间半打开关闭的时间 肺动脉半打开关闭的时间 大概要到软体204以后 才有办法改善 才有办法去做 parameter输入 否则这是202的版本 只能目前先这样做 不管你有没有做到 MyCardewall Index 我们左心一定可以做 所谓的special tracking 当然是menu 用手画的方式 这是trace 我们刚刚说过 包括四枪三枪两枪 一样可以得到 Long-Dutiful-No-Strand Long-Dutiful-No-Displacement 这两个大概是 长轴最常做的 我们用侧录的方式 你到时候再截图就好 因为这些数字都不会整合到报告里面 所以我觉得用侧录的方式反而是最好的 �人在任何所谓地下 如今这个视频 你并不着用 百证 Meaning 你要不着用 我的 govern 感谢观看 现在找适合的三枪 当然我们做的是右心 还有适合的两枪 也是以右心为主 不是左心 所以完整的画面做下来 大概将近500个画面左右 好 所以你还要再另外挑画面 所以有时候习惯会把画面先整个储存一起 然后到时候再一起去找四枪 三枪两枪都一样 到时候比较不会找很久 这是我刚刚的我们有三个hard cycle 然后它会先以第二次为主 你可以调第三次也可以调第一次 如果我们做出来的AFI 2D Stream 没有办法得到我们要的部外的时候 你要另外挑画面的时候 就可以另外挑 这是两枪式的画面 在右心式的入口 我们做两枪式 当然画面没有很好的时候 你要做采样多采几次 像右心是钱币这边太下来了 到时候可以上去一点 慢慢去修正 然后宽度变大一点 然后都要符合机器的要求 慢慢调整 那靠近纵格枪这边呢 我们采样太高近那一侧 应该再往外扣一点 它的形状基本上是一个半月形 所以并不符合左心式的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左心式来做右心式 一样有四枪三枪两枪 宽一点 涵盖的新机币也会大一点 你就慢慢调整 搅担担他 是一个半月分的 是一个半月 是一个顶部 大约和练习师 一样的 重复的 它是一样的 是一个头颈颈 它是个颜色的 你看 这个 有一点 天 好这里我们抓到三枪式 刚刚是两枪式 现在是三枪式 那取入我们要的三枪式 这边有右心式的出口跟三枪式 大概只有第一个Hard Cycle 符合我们要的三枪式 或者储存起来 然后再点一次 然后GAME可以高一点 然后开始做Menu的Q分析 跟Spec of Checking 一样要慢慢调整 在中隔枪的地方 可以再往外 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我们做右心的AF-R 右心的Speckel Check-in 还有包括所谓的Malcati World Index Malcati World Efficiency 这是个别去看我们的右心 一样分成18个区块 然后看每个区块的Performance 其他传统我们可以做所谓的TAPS 可以做所谓的FAC 当然你也可以做我们的 右心房的体积的Index 然后包括Straw Volume 右心 还有包括我们可以做 我们右心送出去的 RVOT送出去的血量的多寡 来反映出我们本身的 右心的心脏的Performance 然后当然这三这些参数 你可以一起比较 一起去做比较 然后所以多了一个组织的东西 可以参考 相对你的做出来的可信度 也会高一点 像这个PAS同时 左心有主动外办的狭窄 然后右心又有心思虫 当然血栓的一些因素 也要把它列入考虑 也要把它列入考虑 那左心有左心的影响 右心有右心的影响 然后左心有可能再去影响到右心 那右心有可能再去影响到左心 所以你会觉得我们左心做 所谓的AFI Speckle Tracking 右心做所谓的AFI Speckle Tracking 那基本上它的数据参数是互相影响的 会互相影响 所以你做出来的一些数字 就不是单独的去反映出左心 或是单独的去反映出右心 那当然AFI 或是Longitudinal Strength Pixotic Strength Speckle Tracking 这个方式 它都到后负荷的影响会大一点 所以才会衍生出 后来我们去做所谓的 Milkadi War Index Milkadi War Efficiency 去取代 因为它受到后负荷的影响是低的 那只是你左心画面不好做 右心会更难做 右心没有更好做 右心没有更好做 叙子应该有什么什么 欠乱ض到最后负荷的影响 没有更好做 叙子应该有更好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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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